创造101直播,王思聪狂吐槽女团成员,却唯独不敢提她的名字。 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,创造101也终于迎来了总决赛。 22位选手谁能冲入最终11人成团名单,成为总决赛最大悬念。 各家粉丝这次也是拼尽了全力,胜负就在此一举了。 而节目组为了这次的直播也是下了不小的血本,上一期空降101大师克的黄博再次回归,与侯佩曾联手主持总决赛成团之夜。 而直播节目,免不了会出现不可靠的现象,各种意外频出。 主持过程中,太多练习生小姐姐,黄博直接念错了徐梦杰名字。 跳舞过程中,吴轩宜耳麦滑落,但这一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整体。 王思聪的吐槽最致命,堪称钢铁之男,In Air Me, Sony,纷纷堂枪,却唯独不敢提他的名字。 王思聪发文称,韩国Minate估计后悔死了卖给TX这个101的版权。 王思聪更在评论中称,有In Air Me,有Sony,叫男团得了,这种吐槽堪称钢铁之男本人。 其他的小姐姐自然也不能逃脱掉。 不过,王思聪老公说起其他人都是直接点出名字,唯独IKI却不敢直接点出名字。 熟悉的网友都知道王思聪在说羊超越,所以王思聪也怕被他的粉丝骂。 王思聪老公不是天不怕的不怕吗?咋也有这么含蓄的一天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